两个月没见了 累不累啊 传承太大了 我不喜欢 你来扫了 送图的人在怀远方 被官府的人追上了 我只抢到了这张图 这是该你做的事情吗 我不想帮你 愚蠢 你放心 怀远方的住所都清理过了 没有留下任何有人我东西 有少已经拿到钱了 如果是他不想玩的 出卖我们呢 那我这咬子的狗鸣 我如果官府的人追查到了什么 怎么办 他永远没有我乖 延州的货就要到了 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去准备吧 郁长 因为你的衣服穿得太久了 你已经快要忘记你是谁了 你的衣服 到了 五十六克 五十六克 日中 请弹起来 是 如果龙波 真是那个盗走于途的 狼味嫩硬 那它必是 平康芳青楼的属可 司长请看 此图是根据姚卫率 传回的消息所绘制 比对之后确认 姚卫率在怀远方民宅中 搜得的那块木盘 叫做斯文客 为平康芳某记家所有 斯文客只颁给熟客 客人可凭此木盘 直接进入记者的宅邸 也可将平康女子 带出国业 火龙波在一起的 还有另外一个女子 说不定 咱们在城中 还要乞讨聊聊天 素警察此 恩客律 为哪个平康女子所办 局查龙波下落 局 他查不出 这些青楼明禄狗屁用的没有 没有真的 这平康芳青楼是个销禁窟 这是官员侯生 结交攀附还融交易的地方 背后势力盘根错节 风中女子受各方保护 你们呢 能查到大唐的名档密档 唯独查不住这平抗犯的真实消息 只有一个人能帮上我 但是从来不白给消息 我从前寻你的权利 不变 我和我的规矩办 什么规矩 可是没有规矩 你当的路吗 此去平抗方 要横跨长安城 恐怕要耽搁时间 来人 在 给张都尉背快马 是 一个时辰的张都尉能找到狼卫